当往的同学们大家好 这一讲啊我们就来着重讲一讲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的估计 那么究竟有几种方法去估计 这个税前的债务成本呢 有四种方法 我们先来看一看这是哪四种方法 然后呢有必要细说的 我们再来细说 这个四种方法 第一种到期收益率法 你看这里已经写了 同第六章 所以我们先讲第六章 再讲第四章 这就是什么 第六章为我们这里的第四章的 这里的第一种方法做了一个铺垫 到期收益率法是什么意思呢 是指你要求这个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 这个公司他自己现在就有在市场上交易的长期债券 你注意我的话 你要求A公司他的税前债务成本 那么A公司他自己现在就有正在市场上交易着的长期债券 所以这个要求其实挺高的对吧 不是所有的公司都能够发行长期债券的对吧 好具体怎么算 内差法 求到期收益率这个方程 第六章当时已经讲过了 好这就是第一种方法 那么自然就会有问题 说如果A公司他现在没有正在市场上交易着的这个债券 对吧 不是所有公司都能发债券 那么怎么办呢 他没有 他的兄弟姐妹们有没有呢 就是找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公司 算一算那个公司的成本 那拿那个公司的那个成本来代替他 是吧 所以就是这个公司现在没有上市债券 我就用可比公司 可比公司就是一个跟他长得很像的公司 的正在交易着的债券 来作为参交物来算这个叫什么 这个他的 其实你先算的是这个可比公司的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然后用这个成本来代表这个A公司的 税前的债务资本成本 所以还是这个到期收益率 所以其实这两种方法是一个方法 对吧 就是对于你计算而言 其实他们是一样的方法 只不过第一种方法 到期收益律法是算的是自己公司的 第二种方法 可比公司的算的是别人公司 这一点小差别你搞清楚就行 好 第三种风险调整法 就是说这个A公司自己没有发债券 也找不到跟他比较像的公司 或者是好不容易找到几个跟他比较像的公司 但这几个公司也没有发债券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没法拿 第六章我们所说的什么到期收益律法那种方法来算了 怎么办 看一看他有没有评级资料 评级资料谁出的 国内啊 比如大公国际啦 等等 对吧 忠诚性啦 国外什么标准普尔啦 慕迪啦等等 对吧 标准普尔公司 再写一下S&P啊 为什么要写这个公司的名字 反复写 不是他好 不是他讲信用 而是这个名字能帮你在第七章记公事的 那么就看有没有这些评级公司出的信用评级资料 如果有评级资料 诶 就知道什么 你是AA级的 那我就去找其他AA级的 那么我就算其他AA级的 他们的那个叫什么 税前债务成本 算出来了就当做你的了 怎么算 政府债券的市场收益率 拿政府的是一个基准 加上信用风险补偿率 就是违约风险的一个溢价 我算的是企业的呀 但是呢 我不知道你这家你又没发债券 所以我但是我知道你是AA级 所以我就找AA级的 然后呢拿政府的债券做基准 然后我看看AA级的在政府债券的基准上 上股多少 就出来了 这个是较为常用的一种方法 然后再来看第四种方法 自己没有债券 找不到跟他很像的公司 或者找到了几个和他很像的公司 那几个公司也没有债券 所以只能推到第三种方法 看看他有没有评级资料 也没有 那怎么办呢 就用这个A公司 他自己的一些财务比率 什么比率 常债能力的比率 财务比率 常债能力是什么比率 有分短期常债能力和 长期常债能力 是不是 这不就是我们第二章所学的内容吗 对吧 好 用目标公司的关键财务比率 判断其 信用级别 其实评级公司就是这么做 只不过呢 现在评级公司没做这个A公司的 你帮评级公司做一下 做出来他不是就有评级的吗 有了评级就可以用 风险调整法了 所以这两种方法 从计算的角度上看 是一种方法 所以算债务资本成本税钱的 就两个方法 计算的角度上来讲啊 就是要不你解方程 方程是什么 第六章当时讲过 要不是什么 风险调整法 政府债 加一个 补偿 加一个风险一价 就这两种方法 只不过细分是四种 然后我们来看 四种方法 它有先后顺序的 这个一二三四 就是我们要选的顺序 能做第一个就不做第二个 能做第二个不做第三个 它有这样的顺序 然后这里我们说的 要找一个跟它很像的公司 这个要求很高的 行业要同 行业不同不行 行业不同风险 显著不同 行业是什么 是经营风险 你说这个农业和高科技 经营风险能一样吗 不一样 对吧 商业模式 有些它是什么呢 有些它是一次性销售 有些它是按月回款 那商业模式不同 经营风险也显著不一样 是不是 有些是直销 有些是批发 有些是零售 卖的都是水 但是风险肯定显著不同 说的还是什么 说的还是我们的这个叫做什么 经营风险会不一样 规模 负债比例 财务状况 这些个主要说的是什么 说的是财务风险 你还记得我们一开始在讲概念的时候说过 什么会影响它吗 资本成本吗 无风险利率肯定会影响 对吧 就是外部的一些环境 自己能控制的东西呢 两块 哪两块 资本结构跟你的投资政策 对吧 其实本质上就是你的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 所以前面最最前面那个讲概念的资本是 说什么公司的资本成本 哪些个决定呢 无风险利率 经营风险价和财务风险价 那为什么选可比公司的时候 要求很高 他点来点去 点的是什么东西 就是你经营风险要一样 财务风险要一样 明白了吧 所以你看我们前后都是有联系的 我也争取尽量把这种联系给你讲出来 让你明白了 就可以了 所以本质上是你要看 经营风险财务风险 是不是一样 如果这些都不一样 它就会影响 资本成本 好吧 这个是我们一开始讲的 总共你有几把工具啊 四把工具 四把工具分先后 然后这个第二个工具里边 要求很高的啊 不是乱用的 好 我来做一些题 假公司目前没有上市产权 好 第一种方法用不了了 在采用可比公司法测算公司的债务资本成本 第二种方法 可比公司法 选择的可比公司应具有的特征是什么 刚才刚说的是吧 有假公司商业模式类似要求的 在同一行业 对的 行业不同 经营风险行注不一样 C 拥有可上市交易的长期债券 哎 这个刚才没说到吗 说了吗 说了他必须要有可 可 这个正在上市交易的债券吗 没说 没说也都要选 哎 为什么 你不是耍流氓了吗 这个地方 不是的 你为什么要用可比公司法 他自己没有正在交易的债券 好不容易找到俩相似的公司 结果这两公司还是没有可交易的债券 也没有发债券 你找出来干嘛 不是还是用不了第六章 你学的那套东西来列方程吗 所以这个是个前几条件 认识办吧 所以C也要选 D在 与假公司在同一生命周期 这个倒是没有要求 所以这道题选择ABC 其中C为什么要有 因为你没有债券的话 你根本就列不了方程 他要有债券价格 对吧 这个什么票面利率了 等等 你要列方程去做了 所以这道题ABC 好 然后呢我们来看这个倒计收益率法到底是怎么计算的 刚才你看我们把概念讲了四种方法对吧 什么个逻辑之间的关系一些 然后我们再来说 倒计收益率法到底怎么算的 不考虑发行费用 一般的方程就是这个方程 是在Sigma符号的 其实这一串是什么 就是利息的限制 后面这一串就是本金的限制 加起来要等于什么 等于他现在的价格 那你这个求出来的是什么 到期收益率 现在买进去 只有是到期 就这个收益率 所以你现在这个样子算出来的其实是一个什么 其实你算出来的是一个期望报酬率 是根据现金流算出来的都叫期望报酬率 那么你这一章不是说的是资本成本吗 你为什么用期望报酬率算一个期望报酬率当做它的资本成本呢 它有个隐含条件就是这个价格是OK的 这个市场它是什么 它是有效的 市场对于风险的定价是合理的 市场没有乱来 如果市场乱来了 你算出来这是个什么玩意 什么玩意都不是 对吧 所以它有这个隐含条件在这里 那么具体方程如下 比如说我们就拿这个基本财权来看 面值乘上票面利率 这个是你每一期能够拿到的利息 然后乘上年金限制系组 这个就是什么利息的限制了 这个是本金或者叫面值 然后复利限制系组 这个是什么本金的限制 如果是分期债券呢 这个就是平息的这个债券 分期付息 为什么叫平息 把利息平分到一年当中多次 所以就是一年分期多次支付 这个是票面利率 从报价变成777的利率 乘上面值之后 这个是每一期能够拿到的利息 然后乘上年金限制系组 注意这里期数发生变化了 折限率也已经发生变化了 这个折限率就是你要求的 这个就是 然后后面是本金的这个限制 这个折限率跟这个期数也在变 所以你先把这个方程列出来 这等于什么 这个利息的限制 加上本金的价值 等于价格 你这个方程求出来 你求的只是R 这个R它是一个什么 它是一个G7期的一个折限率 或者叫G7期的资本 你还要把它换算成年度的 好 这个地方呢 就是临时债券跟单利债券 更简单 这个由于跟第六章 这个也是一样 不说了 这么算的 然后你具体会不会算 给你来个题 财政部2011年末发行 30年起国家 这道题你看 现在还是2019年的数 这个题的数呢 我让你最后算出来的 这个结论啊 其实是接近于 当时的这个实际情况的 所以这个数字我是不会改的啊 就是你19年末 这个该国债的这个资本产品 跟你实际 然后我查过当时的 这个国债收益率 好 11年末发行30年起国债 到了19年末 过去了8年 对吧 还剩22年 所以这个地方 未来一共有22年 面值100块 漂面利率4 每年末 付息一次 现在他的债券价格呢 是103.85 就是你在这个地方买 103.85 然后持有之到期 所以你算的是一个 买进去之后的 这个叫做什么 到期 收益率 由于你又是列了一个方程 价格就是你现在付出去的钱 利息和本金就是你未来收到的钱 所以你是用现金流在计算 你用现金流计算 你算的这个到期收益率 其实是一个什么 期望报酬率 然后我们又是认为什么 市场它其实是 没有乱来 所以这个期望报酬率 其实我们又把它当做什么 必要报酬率 也就是资本成本 债务 资本成本的一个估计 那么我们就列市子 你现在花了多少钱啊 这个钱 然后你得到了什么 得到了一年一个领期 连续多少次啊 22次 22次结束的时候 还有个本金 就是这个方程 然后你去求解它 怎么求解 就是试 不停的试 一直直到你试出来为止 那么你说我怎么知道 它第一个应该试的是多少呢 我教大家 第一个试的总归是让它评价的 什么是评价的 我试 你看它的表面利率是4 对吧 我就试这个4个百分点的 这个折现率 这个样子不用计算 它就是什么 后面这等是右边的这一串 不用计算 因为它就是等一百 所以你先把这个先写出来 然后你去跟它比 它现在是103点几 你现在用4带进去算了 是100说明你的折现率什么 放大了 你要把折现率往下调一点 它的价值才能 价格才能往上 就是价值啊 算下来才能往上走一点 对吧 所以你4把它调到3 再来一把 115点几 好 一个大于103.85 一个小于103.85 说明真正的这个折现率 就落在3%和4%之间 然后你就可以用内插法来做 好 这个是我们第二次讲内插法 我们上次说过 第一次讲内插法 就画了这个图 相似三角形来囚禁 第二次讲呢 之后我们还有其他图的 为什么用内插法 其实这条线啊 就是这条黄色的这条斜线 其实它不是直线 它是曲线 但是呢 我们认为3%到4%之间 已经足够短了 所以我们认为它近似于直线 所以就是3%的时候 带进去你取到多少 115.94 4%的时候取到100 那么你是多少的时候 取到103.85呢 其实就是这个 这个题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地方水平拉过去 这个地方是多少 115.94 这个下面水平拉过去多少 这个是100 你要求的这个是多少 103.85 这个地方 所以就是根据相似三角形来求 就是什么 就是这一段 比上整体的这一段 等于左边的一小段 比上左边的一大段 就是这个相似三角形的这个关系 那么我们来列柿子 你看我们把刚才这个抽象出来 这一段是什么 这一段就是RD减去那个3% 下面这个大的这一段是什么 是4%减去3% 你可以对到这张图上再看一下 然后左边的这一小段是什么 115.减去减去115.减去1.03.减去 然后左边的这一大段是什么 115.减去一把 求出来了 所以这个图 就是左边的这个三角形的这个图 是从这里这张图上 内插法的原始图上摘出来的 然后呢 我们这个是第二次出现内插法了 以后我们就不这么写 以后就直接画一条线 摆在这个地方 上面你统一的写价值 下面呢你统一的写各种那个折线率 所以就是什么 你看左边这个等式就是RD减去3% 就是下面的这个折线率之间的关系 这一小段比上这一大段 右边的等式呢就是这一小段 115.减去103.减 然后比上这一大段 所以就是这个样子 其实就是把这对相似三角形 把它压扁了之后 来看的就是 好 我们这个内插法就说到这个地方 接下来我们来看考虑发行费 刚才那个等式 大家还记得吗 这里是什么 右边都是不变的 历史的限制 本金的限制 左边就是一个价格 对吧 这个是不考虑发行费用 考虑发行费用呢 右边不变 左边的价格 考虑发行费用就在价格上扣掉一块 就是这个 所以这个公式 只是在刚才原始公式的基础上 来了一个小变化 你每一次把这个小变化在哪里 你理解了就OK了 你想想看我发行债券 比如说按面值发 我如果没有发行费用 就是拿到一百块钱 发行成功的话 我就一百块钱拿回来了 现在呢 被我的这个就是中业机构 这些人分掉了一个百分点 那我按面值发 最后我拿回来九十九块钱 所以你在这个地方要乘上一个 一减费率 公平合理 是吧 右边的这些是吧 我现在拿到了 对于发行人而言 我现在拿到了九十九块钱 未来我要付出去什么呢 利息的限制 本金的限制 那么把两个限制加起来 应该跟我这九十九块钱 是等起来的 这个才是我实际的 这个叫什么 这个报酬率 就是我的资本成本 所以这个公式这么烈 OK 没问题 然后我们来看 除非发行费率很大 一般呢 不这样麻烦 进行不调整了 为什么呢 我们来看一道题 看看乔 是不是这个费率2%的时候 其实影响不是太大 好 平价发行三十年 一千块钱的债券 票面十个点 年末复习一次 费率二 好 求债务资本成本 你看啊 如果没有费率 我就是拿到一千块钱 现在有费率 所以乘上一千百分之二 这个是发行人 现在收到了钱 未来要付出什么呢 利息连付三十年 本金三十年的时候 才付的 这个就是公式 然后你就开始凑 一直凑到 求出来为止 那么我跟大家说了 第一个 你都是让他评价的 票面是十 所以你就按 10%的折现率去算去 这个不用算 就是一千 现在这个左边是多少 是980对吧 你用10%出来是一千 说明你要调高你的折现率 调高你的折现率 你的这个什么 限制才能往下走的 所以你把它从10调到12 那有人说你为什么不调到11呢 那是因为你去看看我们书上的副表 没有11这一列 所以你拿12这一列 那调到12去 好 你12带进去800多 然后还是这个什么 相似三角形的这个关系 我们来看啊 这个上面rd减去10% 是你要比10%大对吧 所以这个就是什么 下面是比率 这个是10% 这个是rd 这个是12% 左边是rd减去10% 比上这一大段12%减去10% 上面呢是大的价值 减去中间的那个价值 1000减去980 和大的价值减去小的那个价值 算下来10.25 你看如果不考虑发行费用的时候 税前债务成本就只10个点 这个直接是平价了之后 不用算 直接就出来 考虑费率呢 变成10.25 你看几乎就是 两个百分点对吧 两个百分点是从10个百分点到10.2 现在它到10.2 跟它只差一点点 所以说调整前后差别不是太大 所以如果题目叫你调 你才调 如果题目没有点出来 让你说这个东西 你别在那自找没去 知道吗 所以你看清楚题目 最关键 那么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看风险调整法 它的细节的东西 刚才说的是什么 解放城的这种方法 我们说四种方法 其实分别类 就两种 从计算的角度上来看 刚才说的是第一个 现在来说第二个 风险调整法用税 它的这个税前的债务成本 等于什么 等于政府债券的收益率 加上企业的 这个溢价的部分 这个溢价的部分 其实就是什么 就是违约风险溢价 或者又叫信用风险补偿率 我再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它在英文上 其实就是spread 就是这个是一个专业数字 经常会用的 人家还会统计 不同年份 就时间 随着时间之后退阶 这个spread 它是怎么高 怎么低的变化 周期规律 这个spread它的周期变化 跟经济周期是非常相关的 所以 他们专业的研究机构 就是在关注 这个高等级债券的 这个信用利差的 这个周期性的变化 来判断 现在经济周期走到什么地步 就是为什么叫信用利差 它因为是违约风险 因为政府通常认为 不会违约 所以就是信用绝对OK 那么你企业为什么要在 企业的这个债务成本 为什么是在政府的 债券的基础之上 要加一块 因为企业的信用不如政府 所以这个你的资本成本高 本质上是你的信用要差一些 所以是信用造成了 这个利率的差异 所以叫做信用利差 就是这个词的另外一个说法 就是违约风险的溢价 所以就他们就在追踪 这个高等级债券和低等级债券 的信用利差的这个程度 然后它确实是跟什么 确实是跟经济周期 或者是跟你的这个叫 这个股票的这个 如果出现暴涨暴跌的这个时候 是有关系的 我看过这个人家专门的这个图 好底下我们来看这个 它是怎么算的 这个是一般的公司 对吧 那么具体的这个参数怎么选取的 第一个政府债券的市场回报率 就是无风险利率 那么这个无风险利率 你选政府的是三个月的呢 还是三年的呢 还是什么呢 期限 选择同期限长期政府债券 不是短期的 同期限 你要做的 你为什么要用风险调整法 就是因为你自己 没有这个叫什么 东西 对吧 那么你最后你要选的是几年期的 那么你这个地方就选几年期的 但是呢 你也别选那个短期的 因为从投资的视角 筹资的视角 数据的视角 长期的都更好 筹资的视角 是跟你的长期资本 规划相关的 投资的视角呢 你在做什么 资本预算也是长期的 然后数据的视角呢 长端的这个政府 这个收益率是什么 更加的稳定 我们讲那个利率的这个变化的 这个时候 讲那个利率基线结构的时候 说什么 长端利率受到短端利率的 这个影响 是吧 短端利率上的时候 长端利率也在上 短端利率下的时候 长端利率也在下 但是短端利率变化的快 长端利率变化的慢 是吧 是这个样子 所以长端的利率 它是更加的这个稳定 那么利率是选 票面还是到期收益率 是选到期收益率 因为票面是定出来的 发行年份 票面利率 计计计计不同的 上市债券 到期收益率很接近 而到期收益率跟票面 可以有很大的差别 票面一般是什么呢 票面是他当时发行的那个时候 跟那个时候相关的宏观环境 各种风险的判断 那么从那发行到现在 可能已经过了一段时间了 你现在算出来的 跟你的价格这些东西 算出来那个到期收益率 是什么 这个是体现的当下 这个市场环境 市场对你这个发债的主体的 资本成本的信用情况的 各方面的一个判断 然后再来看通胀 到底要不要把通胀剃掉 通常选择含通胀的名义的利率 名义的信用流量 省事了 你还要再找通胀的数据 再提出麻烦 对吧 通常选择包含的 那么计算的长期政府债券 到期收益率呢 本来你计算出来这个收益率 也是含通胀的 所以使用名义的利率呢 更加方便 那么名义利率配名义信用流量 但是两个例外 就是你必须要把通胀剃掉 第一个通胀率很高的时候 比如说两位数通胀 或者是预测期特别长的时候 为什么特别长的时候就要剃呢 待会你会讲到的 所以这个时候通胀的影响很大 就要把它剃掉 就用实际的信用流量和实际的利率来做 那么刚才说的是 政府的这个基准的这个利率 到底怎么选 长期的不是短期的 然后呢是到期收益率 不是表面利率 然后呢是含通胀的一般是 好再看信用利差的这块 违约风险溢价这块到底怎么定 信用级别 这里的要求是比较低的 选择若干信用级别相同的 上市公司的这个债券 上市的这个公司债券 不是上市公司的债券 上市的就是这些个公司 如果你这个公司是AA级 那你就找AA级的公司发了债券 然后怎么计算风险补偿率 就是这个债券AA级的 它算出来的到期收益率 和政府的这个到期收益率之差 就是一个信用利差 那么有一个这个AA级的这个 上市的债券就算一个利差 有两个算两个 有三个算三个 考试的时候一般三个 然后在求平均就出来了 好我们来看 到期收益率反映的是 现实市场的利率 所以差异不大 票面利率呢是发行时候的 不能反映现在 这个刚才我讲过 利率你看一加上名义 其实等于一加上实际 乘上一加上通胀率 通常情况你就用名义的就结了 但是为什么有两个情况之下 你要剔除通胀呢 第一个是说的是什么 恶性通胀 恶性通胀它影响比较大 就是这一项 你不是在预测未来的这个叫什么 现金流量吗 你这个预测出来的都是名义的 你要替 名义的其实是在实际的基础上 乘上一加上第一年是通胀影响一年 对吧 第二年就通胀影响两年 第N年就是通胀影响N年了 你想如果这个通胀率很高 或者这个N的期数很大 那么后面的这一项的影响就会很大 对吧 所以要把它剔掉 所以说你看 它为什么这个地方两个地方 一个是恶性通胀 就通胀很大 或者是预测期那个N特别长 所以没办法 这个通胀的影响太大了 要把它剔掉 否则一般我们都图审算 图剔了 好开始做题 假公司采用风险调整法 估计债务资本成本 在选择若干以上市公司债券 以确定本公司信用风险补偿率的时候 应该选择的是什么 信用级别是相同 这个要求是低的 信用级别就可以了 我刚才说了 有人去追踪都是什么 追踪不同年份 就是它是时间序列划出来的 它这个数据是连续的 它追踪的是高等级债券 和政府债券的那个利差 随着时间变化 怎么周期性变化 低等级债券的 和政府债券的那个利差 对吧 它没有债分行业吧 没债分行业 所以看信用级别就可以了 什么时候我们要看行业相同 商业模式相同 规模 负债比率 这些东西都要相同 那个是找科技公司的时候 所以这个地方小细节 你自己别混了 为什么找科技公司 就是科技公司法的时候 要求要那么高啊 本来是你自己算自己的债券 到知识绿法结束了 现在你自己没有债券 要拿一个别人的东西 必须要跟你长得很像 才行 拿别人的债券 算出来的资本成本 就当做自己的资本成本了 说明你们风险要很接近 风险很接近 财务风险 建议风险都要很接近 所以他要求就很高你知道吧 现在呢都是什么 只要看信用利差 这个利差 这个补偿率 到底是怎么出来的 是因为信用出来的 是因为信用不同而产生的 信用不同 信用级别就已经给定了 所以只看这个 我解释清楚了应该 这个题选A 那么再来看税后 这个就是一个小变化 怎么从税前到税后 简单了 就是税前乘上一减税率 这个比较简单 利息扣减而因纳税所得额 所以公司可以什么 少交点所得税 这种抵税的作用 使得税后债务的资本 低于税前的 并且债权人要求的报酬率 不等于公司的 税后的这个债务资本 就是你债权人 从我这里拿过去 确实是百八 就百分之八 但是呢 因为我有了这个百八的利息 所以我所得税也少交一点 所以我如果不发行这个债券 没有这个百八的利息 我其实所得税还多交一点 所以从对我税后利润的 这个影响的角度来讲 其实是税后的成本 没办法 这个地方就是税前倒税后 接下来呢 我们就来再来看一个 制造分析题 假公司是一家制造业企业 信用级别是A 没有上市的债券 所以第一个 到期收益率法没法用 为投资新产品项目 公司你通过发行 面值一千块的五年期债券 进行筹资 五年期 公司采用风险调整法 直接就说了风险调整法 第二个科技公司法也跳过去了 那么你就重启要求 对吧 公司采用风险调整法 估计你发行债券的 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并以此确定该债券的 票面率 12年1月1号 公司收集的当时 正在市场上交易着的三种 A级 信用级别是相同的 公司债券 与这些上市债券到期欲 接近的 政府债券的相关性质 就是你这个叫什么 到期欲要接近 为什么必须要接近 都是A级对吧 信用的这块的 就是你算出来都是这个叫什么 你本来就是公司债的那个利率水平 要比政府债要高一些 对吧 那么信用是一个影响因素 还有什么可能会影响他 第三章第一节记得吗 除了信用 会有期限的影响的 不是有期限的这个风险的意向 所以这里要强调到期欲接近 这个时候公司债和政府债 到期欲接近之后 所以两个的利率一减 就没有期限的 这个叫什么 因为期限差异导致了意向 就没有 所以减下来的差不多就是 他的信用的这块 就是 好 找出来了 然后在这个表上 所以这个地方 你利差怎么算 信用级别相同 跟政府这个债券 到期日差不多相同 现在是12年 对吧 12年1月1号 所以这个呢 差不多是四年的 然后呢 这个差不多是五年的 然后这个是 差不多是六年的 看来数字还吃臭 挺整的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 信用利差的部分 就是违约风险 一价的部分 平均下来是八分三 那么你还要再选一个 政府的那个基准 是不是 政府的基准 加上一个一价的部分 就是你的 税前债务资本 什么的 我们说要选 到期收益率 不是票面利率 要选长期的 不是短期的 四年五年六年 都是长期的 选哪个呢 要选 同期限 是吧 不要再造成期限上的 那个差异 什么同期限啊 他要发 他要打算要发一个 五年期的 所以你就选一个 五年期的这里 所以是百分之五 作为基准 再叠加一个三 最后是八 好 这个就是 风险调整法 已经做出来 我们再接着往下看 7月1号 刚才是1月1号 7月1号了 过了半年 正式发行了 该战券 6月30号复息 每年6月30号复息一次 那就是每年复息一次 17年6月30号到期 我们年后到期 发行当天 市场的这个 等风险的这个 折线率变到10%去了 所以你看看 这个题目的要求 平均信用风险补偿率 算出来了 三 确定它的票面利率 根据风险调整法来确定了 你看他这个前面说了 采用风险调整法 估计 这个 它的税前债务资本成本 并以此确定票面利率 所以这个题目 你说 这个题目叫你说 确定票面利率 书上没说过 怎么确定票面利率 体干当中告诉你 怎么说 怎么怎么确定 就是风险调整法做的 所以这个题 刚才其实已经算出来了 是8% 第二个算7月1号 发行价格 那么你看 它的面值有了 票面利率有了 然后它的复息的方式 到期的这个时间都有了 折线率也告诉你了 变成10%了 那么这个就是 第二个小黄 就是变成求债券的价值了 对吧 也没有什么难的 第三个 14年7月1号 又过了几年 过了两年 还剩三年 投资人在二级市场上 以970块钱 把这个债券买了 持有质到期 所以你可以算它的什么 可以算它的到期 收益率 等风险市场的市场报酬率 是9 那么算这个到期收益率 是怎么算 面值有 票面利率有 还剩三 还剩三年 对吧 然后价格是970 你相当于是列方城 用内差法 去算这个到期收益率 并据此判断 该债券价格 是否合理 就是跟你这个 这个 这个这个这个 内差法算出来 到期收益率 去跟这个市场的报酬率 去比较 看看这个市场上的 这个定价 是不是 好我们来看啊 信用风险补偿率 这个就是三个相减赛平均 算出来是三 17年1月10号 到期的政府债券 与公司债券 到期预期相见 所以你选那个五年的 不是选四年和 那个叫什么 六年的 你是加出来是8% 所以票面利率定出来是8% 然后第二问 就是算价值比较简单 就是利息的价值 加上本金的价值900多 然后又过了两年 到期收益率 你就是首先是列方程 这个价格等于 这个是面值成上票面 年金限制系数 然后再是负利限制系数 把本金的这款弄出来 9007 我们说过了这种内插法 解放程都是什么 都是凑出来的 怎么凑 我们说过第一步 你应该怎么凑 第一步你先应该凑那个评价 这个票面是8 所以你第一个应该先带8进去 8%进去 所以带8%进去 你知道是1000 只不过这里我为了这个节省 这个写这个PPT 我就没写 你考试的时候 你也不知道第一个 第一步是多少 你说你上来就是先 当RD等于8%的时候 P等于1000 那么现在实际只有9007 说明你要调高 所以你第二行 你写RD等于9的时候 算下来974.7 那么相当于还是比9007高 你再调高调到10% 所以一开始其实是没人知道它是多少 你就是这个样子要去试 好 等到10%的时候 可能950了 然后还是这张图 你看出现越来越多的这个内插法 以后就直接是画这条小直线就行了 就是下面的这个RD减去9% 比上大的这一段 10%减去9% 因为你试出来9的时候是970几 然后10的时候呢950几 所以一定落在9和10之间 上面这一段呢 是这个叫什么 970减去970 然后这一段呢 是970减去950几 好 你求解这个方程 9.19 你买进去持有之到期 你可以拿到9.19的到期收益率 等风险市场的报酬是 市场报酬率是9% 说明什么 说明就是说 你承担这个风险拿到9% 你就满意了 指线率或者说资本成本是这个 这个但是这个债券 你只有之到期买进去 只有之到期可以拿到更高的报酬了 可以到9.1% 9.1% 稍微高一点点 所以你是什么 你可以买进去 还是吗 稍微能多赚一点点 但是差的也不是太多 基本上定价OK 那么这道题就做完了 最后呢 可以大家总结一下 主观题这种考你小细节的时候 一错了考点 那么有一年 他在主观题里面 他真的就是考这些小细节 看你能不能全部摘出来 发债公司信用级别相同 不是同行业 风险调整法就看评级 第二个 政府债券是到期日 与上市公司债券接近 不是发行的期限 到期日接近 这是剩余的期限接近 不是发行的时候接近 然后是到期收益率的差异 不是票面的利率的差异 然后你最后算出来的是税前的 成本不是税后的成本 好到这里 我们债务资本成本 就全部说完了 接下来呢 就要说股权的资本成本了 债务资本成本 你快速的把它总结一下 不说前面的那些概念的部分了 总共有几种方法 四种方法 四种方法 它是分先后顺序的 那么第一种是到期收益率法 自己的债券 自己的债券 如果自己没有债券 就到第二种 叫可比公司法 这个时候就是什么 可比公司的这个债券 所以这个人必须和我长得很像 很接近 所以他的要求很高 要求是什么 其实就是风险要接近 风险里面包含什么 包含两块 一个是经营风险 一个是财务风险 所以所谓行业相同 商业模式 类似 规模 负债比率 这些 都是在说 经营风险和财务风险相似 那么这两种方法 都是在用什么 都是在用解放城的这个方法 去做取 解放城 用内插法去做取 那么这个内插法就跟我们第六章所学的这个内插法是一样的 具体怎么说 这里就不再说了 然后如果这两种方法不行 就要回到 就要退到第三种方法 就是什么 就是风险调整法 风险调整法 只看评级资料 所以它要有评级 如果没有评级的话 就要看什么 就要看财务比率了 就是你自己去评级 这个就是它四种方法 它是有其先后顺序的 然后后面这两种呢 其实怎么算的 就是我们刚才那道利息给大家举出来的 都是在政府债券的这个基准之上 加上一个信用理差 然后这个政府的选的是长期的还是短期的 长期的 然后选的是什么 是到期收益率 对吧 然后选的是什么 是这个含通胀的这个利率 然后信用利差呢 是怎么算的 刚才也给大家演示出来 这里要注意就是要同期限 都是长期的 那么五年期还是十年期 这个人家他要发五年期的债券 那么你就选一个五年期的 什么政府的这个债的 这个基准的这个利率进去 为什么呢 你不要造成期限的差异啊 你造成了期限的差异 根据我们第三章第一节利率的期限结构 这个里面 它不是就会有各种各样不同的情况了吗 根据我们第三章第一节前面说的利率的这个构成 期限差异不是会造成什么 这个溢价了吗 是吧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债务资本成本的 相当于一个小小的一个总结 那么这部分内容就到此结束 下一讲我们要进入什么股权呢 资本成本的部分了 好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